今天用电饭包给大家做了一锅红烧肉 不炒糖色不油炸实在是太方便了 首先把15块一斤的正经五花肉 切成你们喜欢的样子 再整齐的摆个队形 扁炒出多余的油脂 再倒入电饭包内这样吃起来不腻 放姜葱干辣椒 再放一包既能上色又能调味的红烧料 加半罐小姨子送的啤酒 蒸香解腻 加水没过猪肉 最后放入你们喜欢吃的安全带 电饭包按煮饭键 出锅啦 用电饭包做红烧肉 色泽红料 软辣入味 还不用担心糊锅 喜欢你也就赶紧安排吧